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第一届 时间很快过了一年 在2012年的9月份秋高气爽 景色宜人的旧金山 由中美能源峰会的主席杨冰青 同时他也是LUKA International Group的CEO总裁执行长 他现在是这个峰会里面的主席 他再度的倡导举办了中美能源峰会的第二届 这个大会是由9月16号一直到9月25号 分为在美国三个重要的城市 城市第一个是旧金山 第二个是在休士顿 第三阶段就是在首府华盛顿举行 第一个的这个kickoff的城市 就是在旧金山的市政府 然后在这一天晚上呢 邀请到的贵宾 一共有 当然除了杨冰青主席之外 他欢迎了奥克兰的市长 关立真 同时也邀请到了旧金山 city和county的supervisor邱幸福议长 同时还有请到了加州国税局的Betty Yee 还有就是中国驻旧金山的总领馆里面的领事 同时还有APAC的理事 唐布生先生 贵客云集 高棚满座 让旧金山的市政府 因为有了这些贵宾和嘉宾 气氛变得非常的喜气洋洋 以下呢 就要请大家收看在这一个旧金山的opening的 开会里面的精彩的内容 尊贵的各位领导 各位嘉宾 女士们 先生们 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旧金山 欢迎您 欢迎您来到景色宜人的新能源技术摇篮之城 旧金山 出席第二届中美能源峰会的盛大开幕晚宴 在此 我仅代表峰会组委会 对大家的光临 表示诚实的欢迎 向关心以及支持本次峰会的中美各界人士 表示衷心的感谢 能源是人类从事物质资料 生产和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对于国民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是关系国际民生的经济命脉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人类对于能源的需求日益的增加 能源安全问题已经越来越为各国的政府的关心的首要问题 本届中美能源峰会将分别在旧金山 休士顿 以及华盛顿 三个美国重要的城市进行 对于中美能源界出现的挑战与机遇进行深度的剖析 中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的国家 能源的需求是日益的增加 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 对于能源的需求也是在日益的增加 而对能源的需求与供给间的矛盾 面对美国全球是全球唯一的矿产私有化的绝渣的机会 面对中美两国日益密切关系的经贸的发展 我们是不是做好了抓住机遇 把握机会的准备呢 中美能源峰会愿促进中美两国能源界的交流与合作 实现优势互补 合作共赢 搭建中美能源政策与信息交流的平台 为中美能源合作书写出新的篇章 今天的晚宴云集了中美两国政治 能源 经贸 商业等各领域的精英 和中国中央电视台 新华社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东方卫视 经济观察报 旧金山华语电视 SinoTV 38台 世界日报 新岛日报 矽谷华人电台 新岛中文电台 乔报 旧金山 KTSF 26台 TVB 凤凰卫视 美洲台 等国内外数十家的媒体 现在允许我向大家介绍出席今天开幕式晚宴的贵宾 除了刚才在记者招待会上有已经露面 她是奥克林的Mayor 关丽珍女士 她们因为有要事 她必须离席 但是她说她在忙完了别的事情之后 可能会回来再跟我们相聚 同时刚才还有旧金山议会主席邱幸福先生 同时在座的也有加州税务局局长余淑婷女士 Ms. Betty Year California Board of Equalization Can we recognize you Ms. Yu Very well 同时我们有APAC发展理事会的秘书长唐布生先生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f APAC Mr.唐布生 接着我们还有APAC发展理事会企业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接着我们要介绍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的夏曙光领事 欢迎您 让我们再一次用最热烈的掌声 对于各位贵宾对于各位贵宾的光临表示感谢之意 掌声 谢谢 同时我们这个掌声还包括在座的每一位嘉宾 您的出席让整个的旧金山的City Hall显得喜气洋洋 接着呢 我们要有请中美能源峰会的主席 兼陆凯国际能源集团执行长杨冰青女士 为我们致欢迎词 有请杨女士 杨总裁 是是是 就在这两个钟上讲 首先欢迎各位今天晚上来参加这个 我们下来参加这两个钟上讲